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冯德莱恩成功获得第二个欧盟任期 但这次他面临的挑战可不少 经历了大流行病、生活成本危机和欧洲的一场重大战争后 没有人会怀念过去五年 然而冯德莱恩或许很快就会怀念这段时光 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周四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 将领导欧盟进入第二个五年任期 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年 以及第二个特朗普政府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世界正在变得与他自2019年以来面对的情况截然不同 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局势仍然被民族主义极右势力所动摇 这些势力在六月的欧盟范围内选举中表现强劲 威胁到他的新任期 冯德莱恩在周四的议会决定性投票中获得确认 获得了401票赞成票 比所需的361票多出40票 这反映了他成功团结了亲欧盟 亲乌克兰的中间派力量 特别是作为对抗特朗普总统潜在威胁的平衡力量 绿党和自由派也支持他 而民族主义 本土主义 和强硬反移民政党的代表 则投票反对他 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了 欧洲委员会主席乌苏拉 冯德莱恩在获得欧洲议会批准后 将开始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 冯德莱恩在第一任期内 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危机 包括全球大流行病 新冠疫情引发的生活成本危机 以及欧洲大陆上爆发的一场重大战争 然而 尽管这些挑战已然艰难 接下来的五年 看起来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冯德莱恩的第一个任期 开始于2019年 自那以来 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 目前已经进入第三年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断上升 特别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 特朗普可能重返总统之位的前景 也给全球政治增添了更多变数 欧洲内部的政治局势 同样不稳定 民族主义和极右翼势力 在最近的欧盟范围内 选举中表现强劲 这些因素 都可能对冯德莱恩的新任期 构成威胁 作为一名来自德国的保守派政治家 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的周四投票中 顺利获得确认 他获得了401票的支持 远超361票的简单 2019年仅以9票之差获胜的情况 这次他的胜利显得更加稳固 这也显示出他成功地团结了亲欧盟 亲乌克兰的中间派力量 特别是在应对大西洋彼岸特朗普 可能重返总统之位的潜在威胁时 发挥了平衡力量的作用 冯德莱恩的成功部分 得益于他能赢得绿党和自由派的支持 这些派别在周四的投票中也投了赞成票 然而民族主义 本土主义和强硬反移民政党的代表 则持反对意见 其中包括与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结盟的代表 冯德莱恩在第一个任期内的表现 是他获得广泛支持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他的领导下 欧盟在多个重要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他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协调各成员国的疫苗采购和分发 确保了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公平分配 他还推动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 以帮助欧盟成员国 从疫情的经济冲击中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 冯德莱恩在应对乌克兰危机方面 也表现出色 他积极支持乌克兰 并在欧盟内部推动对俄罗斯 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这一立场 赢得了许多成员国的赞赏 也加强了欧盟的整体凝聚力 此外 欧盟在他的领导下 继续推动绿色经济转型 和数字化转型 努力在全球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然而 冯德莱恩的新任期面临的挑战 同样不可小觑 首先 乌克兰战争继续升级 欧盟需要进一步协调各成员国的立场 确保在对俄政策上的一致性和坚定性 其次 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复杂 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上涨 对欧盟内部的社会稳定 构成威胁 特别是生活成本危机 越来越多的欧盟公民 感受到生活压力 这也可能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 此外 欧盟内部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 民族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给欧盟的统一性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在保持欧盟内部团结的同时 应对这些反对势力 将是冯德莱恩在第二个任期内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冯德莱恩在处理国际关系时 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 欧盟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特别是面对特朗普可能重返总统之位的前景 欧盟需要制定更加灵活和应变的外交策略 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国际地位 总的来说 虽然冯德莱恩成功连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但未来五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将更多更复杂 他需要继续发挥领导才能 团结内外 协调各方 确保欧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保持稳定和发展 无论是应对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 还是在国际舞台上 与大国博弈冯德莱恩都需要展示出 强大的政治智慧和领导力 以引领欧盟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乌苏拉·冯德莱恩·Ersla. von der Leyen 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现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她在2023年获得了第二个五年任期 这一成就表明 她在欧盟内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然而 她面临的挑战 也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 而更加严峻 冯德莱恩的第一个任期 2019至2024年 可谓充满挑战 包括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随之而来的经济困境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危机 这些事件 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内部动态 也让欧盟不得不重新审视 其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 在她的领导下 欧盟成功地推动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是 Next Generation EU恢复计划 这个高达7500亿欧元的计划 意在帮助成员国 从疫情中复苏 其次 冯德莱恩也积极推动绿色转型 致力于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 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 她在欧盟内部的声望 也巩固了欧盟在全球环保领域的领导地位 然而 冯德莱恩的第二个任期 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首先是持续的乌克兰战争 随着战争进入第三年 欧盟必须继续对俄罗斯保持强硬立场 同时确保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在财政和政治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此外 随着美国有可能迎来第二个特朗普政府 欧盟必须准备应对潜在的外交不确定性 欧洲内部的政治局势也不容乐观 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 在近年的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对冯德莱恩的中间派联盟构成了威胁 在2023年的欧洲议会投票中 他获得了401票支持 比所需的361票多出40票 这反映了他成功地团结了亲欧盟 亲乌克兰的中间派力量 然而 这也意味着他需要在未来五年内持续努力 以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 冯德莱恩的支持者并不仅限于中间派 绿党和自由派也在投票中支持他 这表明 他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相比之下 民族主义 本土主义和强硬反移民政党 则对他持反对态度 这反映了欧洲政治的深刻分裂 总结来说 乌苏拉 冯德莱恩的第二个欧盟任期 将面临内外多重挑战 他必须在内部稳定欧盟的政治局势 同时在国际舞台上 应对包括乌克兰战争和美国政治 变动在内的多重不确定性 这需要他展现出更加的领导能力 和政治智慧 以确保欧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 保持稳定和进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冯德莱恩成功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这对欧洲来说是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他在第一个任期内 面对全球大流行病和乌克兰战争等挑战 表现出色 他成功团结了亲欧盟 亲乌克兰的中间派力量 并在议会中获得了舒适的多数支持 这表明他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 楚天书 你的乐观过头了吧 冯德莱恩连任的挑战可不小 民族主义和极右势力在欧洲蔓延 他还要面对可能回归的特朗普政府 这些都可能让他的第二个任期变得更加棘手 他第一个任期只能说是勉强过关 这次能不能成功应对更大的风暴 咱们可得拭目以待 谢琪琪 你这魔说可太悲观了 冯德莱恩有能力在欧洲这样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稳住局面 他的外交手腕和团结中间派的能力 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 你还记得他在推动疫苗分发上的成就吗 欧洲能够这么快地恢复 冯德莱恩功不可没 楚天书疫苗分发是个笑话吧 欧盟的疫苗推广计划一开始可是乱七八糟的 比乌龟跑得还慢 再说他面对的内部挑战可不止疫苗分发 民族主义和极右势力的崛起 可不是他一人能解决的 再加上生活成本危机 这些都可能让他的第二个任期步步维艰 谢琪琪 难道你忘记了冯德莱恩在气候变化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进步吗 他推动的欧洲绿色新政和数字化政策 已经在改善环境和经济方面出见成效 他有有效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经验 这次也不会例外 楚天书说得好像那些政策都是他一个人搞定的似的 实际上这些进步是整个欧盟团队的努力结果 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的第二个任期挑战更多 民族主义者和极右势力的威胁无法轻视 况且面对生活成本危机和国际局势动荡 他的应对策略是否有效还未可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